然后来我们这边 我们另外一位这个特别来宾 阮桥本 也有他生命的故事 这个同样有着丧子之痛 想像钢铁人般的坚强 所以带着钢铁霸的称号 四处帮助弱势的家庭 说你虽然现在是钢铁霸 其实你曾也有过一段故事 所以你其实年轻的时候 曾经误入歧途 所以你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不长 十六岁的时候就因为好奇 因为好奇两个字 就踏入了毒品这条路 十六岁的时候 就吸食毒品 吸毒吸到没有跟 爸爸妈妈 老婆 小孩 包括儿子生下来的时候 我也没有去 他生的那一天我也不在 一样就是跟毒品和在一起 所以让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真的就是一个 以前的我真的就是一个 比渣还垃圾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 真的就是很后悔 我以前那一段时间 为什么我要去吸毒 为什么 你现在可以感受到 吸毒这段混沌的岁月 让你错过了 跟家人的相处 孩子的出生 这些问题 是 这些幸福的时光 你都没有在场 没有 都没有 你说你那时候吸毒 到二十几岁才需要钱 问题是那你 吸毒你有在工作吗 有啊 一面工作一面 对 而且那时候我伪装得很好 而且是伪装到 最后是自己崩溃 我崩溃 为什么伪装 伪装自己没有吸毒 是正常人 对 后来想说 那就干脆呢 我就到台中 远离这个原生 就是家里 那时候找很多理由跟借口 就是要离家 我想要说 离开这个家 然后到台中去 看能不能远离这个地方 然后可以戒毒 那殊不知呢 我离开家呢 自己跑到台中 去租一个套房 哇 更没人管 吸更大 有一天 有个晚上 应该是说前几天 我忽然间看到一个 那个遥控的 就是红外线的那个 垃圾桶 就一碰 就稍微感应 都是感应的垃圾桶 对 那请老婆买给我 请她寄的给我 那老婆也很支持 就送一个给我了 那送一个给我之后呢 我自己就边吸 然后边玩那个垃圾桶 奇怪 这里面是不是有藏这个镜头 就觉得好像是老婆 怀疑我老婆是不是要 要抓奸或是干嘛 不然干嘛藏一个镜头在里面 后来就报警 自己报警 报了警 结果警察来了 敲门来了 然后我就开门 那两个警察是一男一女 然后穿的 可能就是他们都很辛苦吧 然后穿的就是脏脏的 那我一看到两个警察 我就问他 你们两个是警察吗 然后他问我说 你报警的你误我是不是警察 我说我再问你一次 你们两个是不是警察 然后我说 如果你们两个是警察 就拿警证给我看 不拿给我看 我就门一甩 砰 关起来 把它关起来 然后就打电话给朋友 我刚刚被两个带枪都要压我 结果我朋友听到也紧张 他们就一票人过来 然后就来到我楼上 然后敲门 要把我带下去 结果我一下去的时候 楼下刚好一票警察 他们准备要上来抓我 然后我的朋友 带我下去的时候 就问我说 这警察有在里面吗 你说的是有这些人在里面吗 有人吗 我说没有 这个时候我说没有 刚好电梯开门了 两个警察走出来了 这两个警察是回去拿警证 准备呼叫这些人抓我 对 后来我的朋友 可能有认识他们 就跟那个警察说 可能我可能就是 吃感冒油干吗之类的 有点晃神 然后乱报案 然后就这样把我带走 那到最后呢 我也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之后 我就毅然决然了 就在2014年 我生日的那一天 就11月28那一天 我觉得真的是 我不想再被毒品控制 那我就 就是你在迷迷糊糊的生命中 其实你有一丝的觉醒跟良知 跟自己对话说 我不想再这样 我不想再这样 虽然声音小 但是你还是常常听到 但是就是天使呢 还是被恶魔打败了 就是恶魔跟天使在拉扯嘛 就是我不想吸 我不想吸 我不想吸 可是呢 那个行动力呢 就是还会想吸 你生日那天有真的确定 斩断了吗 我生日的那一天 我就想到说 既然在台湾本地 我接不了 那我又 我都很喜欢骑重型机车 玩车嘛 那你要去哪里 澎湖 金沛 马祖 我去大陆 去大陆 对 大陆就没得吸吗 是 因为那个地方我不熟 我不熟 然后大陆吸毒 对吸毒者或是贩毒者 都很严厉 他们法都很严嘛 那我就借个机会 打电话给大陆的车友 在长沙 我就去长沙 去找他们 我差不多在饭店里面 整整睡了一个礼拜 就一个礼拜 就睡 独影都没有发作吗 没有 看电影不是独影发作的时候 在那滚 亚兰姐 阿弥陀病不是这样子的 阿弥陀病不是喔 对 那个你说的为什么 被虫咬那个是白粉 白粉 对 阿弥陀病只要 让自己一直睡 一直睡一直睡 恢复精神就可以了 为什么很多人说 那不用吃饭 你没有起来吃饭 都没有 我都一直喝水 就想睡觉 因为他已经 那饭店又觉得怪怪 这个人他在里面干嘛 所以我刚刚就是要说了 我就一个礼拜 然后他们以为我死在里面 结果一个礼拜之后 一直敲门 因为我依然在睡 睡死了 然后他一直敲门我也没听到 后来是那个 饭店的那个服务员 帮 开门 开这个门 然后进来都叫我 你怎么了 我说我没怎么了 我在睡觉 我说你怎么有办法 睡一个礼拜 我就说没有 就因为可能感冒 然后就这样子 我就起来了 起来之后就开始跟他们 就是做很正常的一些 正常人的早睡早起的活动 去骑车 逛街 我就开始跑步 就这样子 那一直到 卸掉了 对 恭喜 然后到了2015年 2015年1月正式戒断 回到家 我们请教一下苏恒老师 哪些紫微命格的人 会化悲伤为力量 好的 化悲伤为力量 其实这句话它很 要解释起来真的很伤心 是因为悲伤 它要先面对这么大的挫折 这么大的 从你的人生带走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让你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给了你再起 东山再起的力量 所以当我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想了好久 到底怎么样子 命工的人 他有这么坚强的意志力 然后有这么坚韧的能力 然后带着他走出来 那我想对面这两位 其实都有重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的命工 我们这边来看的就是命工 因为命工代表就是 我们这个人的想法 我们这个人对于面对事情的时候 事情来了 我们怎么去做他面对他 那这个命工代表就是我自己 所以我们就来看命工这个部分 第一个呢 命工做什么样子新的人 他能够化悲伤为力量呢 就是聚门 那其实两个都有对到 那其实聚门心呢 在我们子卫董述的十四主心里面 它是一个幽暗的心 它代表是我们人的嘴巴 但是它也代表就是管道 或是看不到的地方 也是聚门心管的 所以聚门心呢 它通常代表叫做波折 聚门在哪里 代表那个地方呢 多波折 所以代表譬如说聚门 如果在兄弟工 代表你可能跟兄弟之间的相处 比较多波折 而聚门在命工的人呢 就代表说 我自己本身比较多的波折 因此你们两个的确在人生当中 是不是面对较多的波折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聚门它又很好玩 它是一个很有研究心跟好奇心的心 它又叫博学之心 所以你刚刚说的 我当时很好奇 没错 就是那个好奇 就是那个好奇 那个key point 让你能误入了歧途 其实如果你那个好奇 是放在学术或研究上面的话 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动力 很多我认识的医生 他也是聚门心作名的人 那么但是聚门心呢 他为什么他可以化悲伤为力量 就是因为我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我遇到了波折 我觉得我一定还能够撑下去 我能够走下去 这个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此这个聚门心 他能够化悲伤为力量 最主要就是因为 他心情奋斗之后 他可以看到成功的结果 因此他虽然多能 但是又多劳 也就是说聚门 他虽然愿意好好的学习 他是一个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人 但相对他也比较劳碌 所以你们这两位 是不是也都蛮劳碌的 对 没有错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命功是做舞曲 好 做舞曲心呢 我们通常都会说 舞曲这个人啊 他很独立 做事情很果决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舞曲这个人呢 他比较能够就是 我看到这件事情 但我看到事情背后的意义 就跟钱很相关 所以你看我一旦悲伤 我好难过 代表我快要没钱了 不行喔 不行喔 我要赶快去赚钱了 所以没有钱 带给他的那个悲伤 就是那个动力 因此舞曲作命的人啊 他虽然能够 非常的自立自强 吃苦耐劳 但是他背后是有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绝对不能失败下去 让我自己陷入一个 没有钱的境地 那很理智啊 对 很理智 没有钱 完蛋啦 就像其实像刚刚乔本说的 万一 万一这个状况就是 我没有钱 那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老婆 我的小孩怎么办 钱这件事情其实是挺重要的 因此如果是舞曲作命的人呢 他就会把悲伤先放在一边 我赶快先去赚钱 把这件事情吻下来 所以舞曲的人他理智就是 我把悲伤放在一边 我先去赚钱 所以你看到舞曲的人 这个独立果决就是这样 我先做第一 优先要做的事情 再来二三四 我心里面有我的顺序 好 再来我们看第一名 第一名的是 命公座破军的人 好 破军大家看到这个破 其实他就是大破大力的意思 那么军呢 当然看到他这是一个将军 这个大破大力的将军 在这边 好 那么大破大力的将军 他既然是一个开疆 破土形的人物 他就相当当然是用于面对 那么其实我认识很多破军的女性 很多是二婚或带着小孩子 重新从家暴里面走出来的 他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独立 而且吃苦耐劳真的是第一名的 对于面对这些困境 对他来说 他反而觉得说 这些不要的我摆脱了 这些不开心的我离开了 我要重新面对我的人生 我觉得不管何时何地重新开始 都是我的第二春 不管是事业的第二春 不管是人生的第二春 我认识很多这样破军的女生 她们都很勇于面对 觉得切断我往前走 就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如果你命工 有做到破军的人 其实书雯老师要说 你不但勇敢 而且勇于面对 因此如果你的命工 有这三颗心的人的话 我们觉得相较其他的心来说 你是真的比较坚韧 比较坚毅 甚至能面对困难的时候 可以把问题解决 然后往前走的人 观众朋友可以参考看看 小穷冰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